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对作业6到作业9做一个讲解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作业6 作业6是这样一道题 事实上主要是考察我们同学对一些IP地址 包括NAT包括IP分组的分片的这样一些基础知识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 这个题实际上右侧是一个局域网或者是一个子网 子网内部有相应的一些主机 我们给出了这个路由器 右侧连接局域网192.168.1.0 slash28这个子网的这样一个IP地址是192.168.1.1 左侧的接口的IP地址是130.11.22.3 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网中我们已经标出来了 左侧的这个链路是MTU512B 然后呢我们这道题呢问了几个问题 我们分别对每个问题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是问在右侧这个子网 也就是192.168.1.0 slash28这个子网中 那么如果有个主机在进行配置IP地址的时候 那么它正确配置的子网研码默认网关 分别应该是什么 事实上这个小的问题呢 问的实际上一个呢就是问斜杠28 也就是网络前缀位28的这样一个字网 那么它的这个子网研码是多少 那么这个呢我们大家呢应该呢熟练掌握 那么我们知道呢作为这个24 也就是常见的这个C网的默认这个子网研码是255.255.255.0 28呢实际上呢实际上借用了最后一个八位组的高四位 来进行这个子网划分 那么高四位实际上分别对应什么呢 分别对应就是128643216 把这四个数相互加在一起 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240 所以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右侧这个子网的子网研码 也就是对应的slash28的子网研码实际上是255.255.255.240 那么另外一个概念考察的就是默认网关 这个呢我们一定清楚 默认网关实际上就是指这个子网 那么离开这个子网所应该经过的路由器的这个接口 也就是192.168.1.1这个接口 所以呢正确的答案就应该是 子网研码是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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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默认网关呢就是192.168.1.1 其实呢主要是考察了 一个是对应的这个side地址形式的网络前缀 与这个子网研码这个对应的关系 换存关系 另外一个呢就是考察了 我们大家对默认网关的这个真正理解 那么这是第一个小问题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问如果路由器R 再向互联网 就是左侧的连接的互联网 转发一个由主机192.168.1.5 发送的一个ID等于12345 Lens也就是整个IP数据报的长度 是500这个B 500B字节的 DF等于1的IP分组时 那么这个IP分组 首部的哪些字段会被修改 怎么修改 也就是说当路由器从右侧的网络 向左侧的互联网上转发这样一个IP分组的时候 会修改哪些这个首部IP首部字段 那么这里边事实上我们隐含了一些基本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情况下 不加以特殊说明的情况下 我们说IP分组的首部就是20字节的基本首部 一般是不包含这个选项字段的 这是这个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对这个DF这个标志位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DF这个标志位呢 实际上是 Don't Fragment的这样一个缩写 就是禁止分片的这样一个缩写 那么这个标志位等于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IP数据报或者这个IP分组 在经过路由器转发的时候 是禁止路由器对它进行分片的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分组 那么再看一看我们这个分组 IP分组的总长度是多少呢 是500字节500B 而我们路由器左侧直接相连的 连接互联网的这个链路呢 那么MTU是多少呢 是512 那么显然呢500是小于512的 所以它也不需要分片 也就是说作为路由器正常 也不需要对它进行分片 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那我们就要想一想了 作为这个路由器R 转发由右侧的192.168.1.5的 这样一个主机发往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个IP分组 那么它的原IP地址应该就是192.168.1.5 那么这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常识性的认识 就是对我们这个IP地址 尤其IPv4地址里边有一部分地址 作为私有地址来使用的 那么其中呢192.168.1.0 slash24这样一个C网的这个地址 就是一个私有地址 那么作为私有地址呢 这样一个IP数据报 实际上在公共互联网上传输 这个地址是无效的 所以呢 当我们这样一个IP数据报 在进入公共互联网之前 那么NAT的服务器 你看我们网络中呢 这个图中给出呢 也标志了这个R呢 是提供NAT服务的 那么要对这个IP数据报 这个原IP地址进行替换 替换什么呢 替换这个路由器所设置的 一个外网所公网的IP地址 也就是130.11.2.3 这个呢 我们分析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点 那么我们就愿意清楚 那么这个IP数据报 手部里边的原IP地址 一定会被替换的 另外一个呢 作为一个IP协议的一个常识 我们应该知道呢 作为IP数据报头部里边 有一个check sum字段 check sum字段 在每一次路由器进行转发的时候 都会要进行重新计算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我们这个 有可能像我们这个例子里面的 这个原IP地址要被替换之外 那么它还有一个字段 是一定会被修改的 那就是TTL的字段 TTL要进行减一 正常语减一 那么这个减一了 check sum就要重新计算 所以呢 在我们这样一个分析的基础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 相应的一个结论了 相应结论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作为这个IP分组 那么它的首部的原IP地址 TTL和check sum 字段会被修改 这是一定会被修改的 原IP地址 192.168.1.5 会被替换为 130.11.2.3 TTL呢 会减一 check sum呢 会重新计算 那么事实上呢 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考察我们对IP协议 首部字段的一些点形字段 一个正确的理解 另外呢 要正确的认识呢 私有地址 以及私有地址 在经过NAT路易系 转发过程中 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地址的一个 变化和替换的过程 那么这是呢 这样一个一个 一个小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问题的第三个小问题 第三个小问题呢 问主机192.168.1.10 显然也是属于我们 右侧的这样一个 子网的这样一个地址 那么这样一个主机 如果向互联网上 发送一个ID等6789 总长度呢 是1500字节 DF 就禁止分片的标志位等于0 那么禁止分片的 这个标志位等于0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允许 允许路由器在转发 这个IP分组的时候 进行分片 如果必须要分片 可以进行分片 那么我们后面的问题呢 事实上也是默认 它要进行分片了 那么路由器要对 这个IP分组进行分片 那问的呢 就要首先问一下 我们说这样一个IP分组 在经过路由器R 转发的时候 要分几片 那么我们客户提示了一下呢 尽可能分最大片 那么事实上 大家注意 在IP协议在路由器进行IP分组 分片的时候 基本的操作 操作这个方法也是这样做的 尽可能分最大片 那么另外的要求呢 给出每一个分片的这个结果 给出每一个分片呢 它的ID 它的这个禁止 这个分片的标志位的取值 MF标志位的取值 总长度的字段的取值 偏移量offset字段的取值 那么这里边 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 那么作为这个分片的过程 我们在课上讲的实际上也比较细了 而且呢 相应的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些公式 相应的公式 那么注意几点呢 一个就是当我们得知 某一个网络或者某一段链路的MTU的时候 在这段链路上 如果一个大的IP分组要进行分片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确定 这个MTU的链路和网络 它能够封装的IP数据报最大是多少 那么像我们这个事例里面呢 我们MTU是512 那么在默认情况下呢 它在封装IP数据报的时候呢 我们说要注意 它封装的应该是8的倍数 总长度这个封装的数据应该是8的倍数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把512减去20 就变成了492 492呢 也就意味着说 作为这样一个MTU的网络上 如果我们封装一个最大的一个IP分片的话 它能封装的数据是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注意 492呢 我们用8去除一下 显然它不是8的这个整数倍 那么因此我们要封装到最大的一个数上呢 就是488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作为MTU等于512的这样一个链路或网络上 那么它在这个封装 它在封装这个IP数据报的时候 最大能够封装的IP数据报是多少呢 就是488再加上24节的首部 就是508 那么其中呢 这个IP数据报呢 去了24节首部 能够装载的这个IP数据报所装载的这个载核数据呢 是488个字节 这个关系我们要清楚 那么这个清楚之后 回过头来再看 作为1500字节的这样一个大的IP数据报 那到底应该分出了几个IP的分片呢 那么一样 我们也要把这个1500字节啊 先去掉24节头部 就变成1480个字节 那么1480个字节 我们再用这个 每一个最大分片是488个字节呢 去除 那么向上取整 那么就会得出呢 四个分片 那么因此我们知道呢 是有四个分片 就是在这样一个数据报 经过六下二斤转发的时候 会分出四个分片 那么其中的四个分片 大家一猜也猜得出来 那么事实上一定是前面三个分片 都是最大分片 最后一个小分片 一定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呢 在分片过程中 我们课程也讲了 每一个分片会继承 原IP分组的这个ID 然后呢 它的这个DF 其实也不会被修改 原先呢是DF等0 它也仍然会等0 那么我们也知道 如果你DF等于1的话 实际上路由器就不会对这个 分组进行分片了 那么MF的曲值呢 我们也知道 MF呢实际上是 表示如果后续 还有其他分片 也就是说不是最后一个分片的话 那么它就一定是等于1 最后一个分片就等于0 那么总长度和offset的字段呢 根据你具体的分片不同 它曲直也不一样了 那么根据这个分析 实际上呢 如果同学们做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去套我们的这个 课上讲的公式 但是套公式呢 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理解 那么真正理解这个IP协议的分片的一个过程和原则 那我们呢 就能够得出这个分片的结果了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得出路由器呢 需要把这个IP分组分成4片 分片的具体结果呢 就是这样的第一个分片啊 我们说了ID 继承原IP分组的这个ID 6789 实际上4个分片的这个ID都是一样的 DF也会继承 那么作为第一个分片呢 在我们这个分片结果里边 它不是最后一片 所以呢 MF等于1 Lens呢 我们说呢 我们刚才说了 512MTU 它最大能够承载的 也就是在分片过程中 大家注意是分片过程中 如果不分片你要传输一个 呃 完整的一个IPIP分组的话 那你可能可以承 可以承载一个 啊 492个字节的这个 最大的IP数据 这是可以的啊 这个这个我们要注意啊 那么作为这个 呃 呃 我说错了 可以承载一个最大的 512个字节的这个 完整的IP数据 不是分片的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作为分片的结果 那就不能承载到512 因为它不是8的倍数 所以我们必须呢 啊 找到8的倍数 就是它承载的数据 一定是8的倍数 那就488 啊 那么再加上24页头 就508 那么因此呢 最大一个分片的总长度 就是508 啊 Offset呢 因为从第一个字节 也就是0号字节 开始这个封装 那么因此它Offset就是0 啊 Offset就是0 那么第二个分片呢 啊 相应的 那么就是它的ID 6789 DF等于0 MF仍然是1 因为仍然不是最后一个分片 总长度仍然是508 啊 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分片 这里注意 Offset 那么我们上课也特别强调了 在IP数据报里面的Offset 在它的值 它是以8为单位的 啊 以8为单位 因为它是作为13个比特 啊 那么作为分片的过程中呢 那么它实际上是以8次节为单位 那么就是 实际上对应的这个 偏移量的次节数是多少呢 次节数实际上是乘以8 648 啊 48 再乘以8 也就是对应的488号字节 也就是它的这个封装的数据 是从第488号字节开始的 啊 啊 那么但是在Offset这个字段里面 它的值呢 是61 啊 以此类推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给出第三个分片 啊 也是 也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122 Offset 122 啊 那么这个 总长度呢 仍然是508 那么最后一个分片是多少呢 最后一个分片 我们把前面这个三个分片的值 啊 实际上每一个分片封装了 这个原IP数据报里面的散荷或数据的488个字节 乘以3呢 得到结果是多少呢 是1364个字节 那么我们原IP数据报里面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呢 15减20 1480 1480减去1364等于16 也就是说呢 三个大分片分完以后 那么原IP数据报里面 IP分走里面 还有16个字节没装下 那我还要把这个16字节再分装成最后的一个小分片 那么因此最后一个分片 它的ID仍然是6789 DF仍然是0 但是MF呢 就不是1了 因为它是最后一个分片 也就是后面 它的后面没有 才没有其他分片了 所以它要去 去0 那么总长度多少呢 我们说剩16字节再加上24字节的首部 那应该就是36 啊 36 那么它是从哪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偏移量的开 这个这个封章的呢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这个61乘以3 当然实际上呢 如果对应到自己的偏移量呢 实际上再乘以8 但是在Obside字段里面 实际上是61乘以3 就是183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了第四个分片的相应的一些字段的值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作业6里面这道题的这样一个解答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作业7 作业7这道题呢 其实也不难 我们也是给大家呢 构造了一个 构造了一个场景 问了三道这个三个小问题 那么围绕着这个DHCP 包括这个IP地址的这个分配 包括一些这个网络配置的一些异常情况 我们问了三个问题 我们分别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 简单读一下这个问题 就DHCP服务器可以为主机2到主机N 动态分配IP地址的最大范围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下 实际上我们要考察呢 学生同学们要认识什么呢 认识 还是认识 首先认识最基本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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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就是SIDER地址 那么SIDER地址在这里面 我们注意我们每一个 这个路由器接口的IP地址 主机的IP地址 服务器IP地址 我们后面都给了给出了这个SIDER形式的前队长度 那么显然呢 路由器左侧的这个网络 或者这个子网 那么是对应的是一个典型的一个IPv4的一个子网 C网 一个C网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网络呢 我们说呢 它可以分配的 在这个子网里面可分配的IP地址范围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那就应该是111.123.15.1到111.123.15.254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一点什么呢 就是路由器这个接口占用了一个地址 就是111.123.15.1 然后其他的呢 这个.2.3和.4分别分配给了这个两个服务器 还有一个主机 那么剩下的呢 这个主机二主机 主机 假设这些这个主机呢 是可以通过动态的这个地址请求的方式 比如说DHCP的方式 动态的这个申请IP地址 那么这个DHCP 可以为他们分配的这个动态IP地址范围最大呢 实际上就是把前面这个 点1.2.3.4 这四个地址抛除 这就是它的范围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呢 第一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就很清楚了 就很清楚了 那么作为这个范围呢 就是这个111.123.15.1 因为.4已经之前分出去了 所以就要从.5到254 那么另外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主机二呢 使用DHCP协议获取IP地址的过程中 发送的封装DHCP Discover报文的IP分组的原IP地址和目前IP地址分别是什么 这个呢 这个呢我们实际上是考察了呢 大家对这个DHCP这个协议或者这样一个应用呢 它的这个应用的网络通信的一个交互过程和特点 那么原IP地址呢 是全零 目的IP地址是全一 其实大家可以呢 去记住这件事 但事实上呢 你真正理解了的话 也不需要记 为什么不需要记 你想一想 你只要理解DHCP Discover这个发现报文干嘛的 就是说我一个主机接入网络 如果采用动态地址分配和申请的话 那我首先要发送一个DHCP Discover报文 去发现网络中的这个DHCP服务器 那么这样一个IP分组 IP报文在IP分组中进行封装以后 再往外发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IP分组 是它的原IP地址和目前IP地址是什么 那么正常的原IP地址呢 IP这个原IP地址对应的是主机2的IP地址 主机2的IP地址现在没有呢 所以呢就用到了我们说 我们在课上给大家讲的 这个有些特殊的IP地址的一些使用 比如说全零 那它实际上就表证本级IP地址 那这种情况下 只能把它作为这个 用全零作为它的本级IP地址 原IP地址 那么另外一个呢 作为这样一个IP书一报发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也不知道DHCP的IP地址是谁 所以它只能怎么样 只能用一个广播 用什么样的广播呢 显然只能用一个全255的 或者全1的这样一个 受限广播的这样一个方式来集中广播 当然这样一个IP分组对应到 链路层的时候会在链路层中通过广播方式广播 那么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DHCP估计收到这样一个分组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并稍稍一去分析或者一去理解呢 这个答案就得到了 我们也不用死寂寞去应备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呢 第二个小问题 第二个小问题 第二个小问题是问题是主件二在通过DHCP服务器 获取IP地址的同时 还可以获取哪些IP地址配置所必须的信息 这个呢实际上是考察我们大家呢 在计算机网络的一些这个基础知识学习的过程中 那么怎么样把它跟我们实际的网络应用 或者网络这个应用的一些场景结合起来 那么大家知道作为一个主机 仅仅给它一个IP地址 那么这个主机可能并不一定保证 它这个任何一个时刻都能够进行正常的网络通信 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还要配置清楚 说作为这个主机所在的这样一个IP紫网 它紫网研码是多少 那么如果这个主机 它要发起于这个紫网之外的一个网络 或者主机进行通信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告诉这个主机 它的默认的网关是什么 它才可以把这个数据送给默认网关 然后把数据送到这个紫网之外去 那么因此我们说呢 这是一些基本的信息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么大家如果配置过IP地址的话就知道 那么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呢 那么我们很多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操作系统 在这个支持主机IP地址配置过程中 还支持你去配置一个主机里面的这个 你这个网络里面使用的一个本地IP地址 本地的域名 域名服务器的IP地址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有这样呢 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 这个主机在使用域名通信的时候 那么知道把这个域名查询先发给哪一个域名服务器 完成这个域名查询服务 那么因此呢 那么了解这样一些信息 或者说你能够综合把我们客人讲的这样的信息 综合在一起的话 你就知道 作为这个主机通过DHCP服务器 获取IP地址的同时 他一定也获取了这样的信息 否则的话 不能保证这个主机能够时刻的与互联网进行正常通信 那么因此呢 那么通过这样分析 我们就知道作为这个主机2 实际上我们仅仅以主机2这个作为例子来说 这样一件事情而已 那么说主机2在通过DHCP服务器获取IP地址的同时 还可以获取紫网研码 在我们这个网络场景中 就是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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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默认网关的IP地址叫111.123.15.1 那么这个呢 再次呢 提醒大家呢 注意就自个默认网关 对于一个主机或者对于一个网络来说 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像我们这里面就对应的这个路由器接口的IP地址 还有域名服务器的 也就是本地域名服务器的IP地址 那么这是呢 这样一个小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小问题 第三个小问题 第三个小问题就是问了 如果我们在给主机1进行这个IP地址配置过程中 假如说我们IP地址配置 然后交5.4 这个没问题 资网研码呢 配置是255 255.0 这也没问题 但是呢 我们错误的把这个默认网关 配置成了111.11123.15.2 正确的是点1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问 就是这个主机能不能正常访问这个 3W服务器 3W服务器呢 我们看一下网络是在我们这个主机1所在的同一个子网内 那么能不能正常访问internet 不管能也不能我们说明一下理由 我们这个问题的解答呢 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呢 去正确的理解我们的一些紫网研码也好 我们的这个默认网关的IP地址也好 那么如果为什么我们需要的正确的配置 否则的话就可能导致你通信的一些错误 或者是一些不正常现象 那么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 我们说问能不能访问这个3W服务器呢 我们就分析一下 如果主机在这样一个配置情况下 我们去访问3W服务器 3W服务器的IP地址是多少呢 是111.123.15.3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主机 那么我们的紫网研码配置的是255255.0 那它就很容易判断 那么要访问的3W服务器的这个IP地址 跟我们这个主机的IP地址 所在的紫网呢 是同一个紫网 同一个紫网怎么通信呢 那接下来它就怎么样了 通过ARP协议去询问111.123.15.3 也就是3W服务器 那么这个主机的Mac地址 获取了Mac地址以后 直接利用这个Mac地址 作为目的地址封装 链路层的针 把IP数据报进一封装 然后直接发给它 所以它是他们之间的东西 没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分析 如果这个主机在这种配置情况下 去访问Internet 也就是说要把数据报 发送到Internet上面的去 比如访问到某一个服务器上去 或者反过来从服务器 要把数据发送给我们这个主机 会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呢 那我们看 假如说我们这个主机 要去访问Internet的某一个服务器 那么那个服务器的IP地址 我们经过解析以后 也许你直接给出IP地址 也许通过这个域名去解析IP地址 那么最终可能导致什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一定会判断出来 这个Internet上某一个服务器的IP地址 跟我们的主机也就111.123.15.4这个主机所在的字网 不是一个字网 那不是一个字网 主机这个主机就去通过路由以后 它就应该知道什么呢 应该把这样一个手机报 首先发给默认网关 然后请求默认网关 5.2作为了主机一的默认网关 那么它就会把这样一个访问 Internet网络的这样一个IP分组发给它 那么这个对应的实际上是谁呢 是DHCP服务器 DHCP服务器显然不会进行这个 帮助我们去转发这样一个IP分组 那么因此它访问主机一访问 Internet的这样一些数据流量 就不能正确的到达目的 当然也就不能正确的访问Internet 所以呢根据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就得出呢 这样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呢 主机能够访问3W服务器 这个没问题 即便你配错了这个默认网关 但是不能正确的访问Internet 那么这个呢 也再一次呢 向大家展示了 就是我们网络中的配置 不是说你仅仅配置了一个正确IP地址就行了 实际上呢 还有一些自网研码也好等等 默认网关也好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呢 你的网络通信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就不能正确的进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作业8 作业8呢 实际上是考察了我们大家对这个 距离向量路由算法的一个理解 当然同时也综合了一下这个路由表中的这个路由聚集 那么我们这里边也是给出了一个网络场景 三个路由器 互联 这个每个路由器呢 都有一些直连网络 这个路由器223呢 有两个直连网络 这道题呢 其实除了我们考察大家对距离向量路由算法的一个理解之外 事实上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道题啊 让大家去知道 我们计算机网络课程上 教材上 你可能看很多其他的计算机网络教材上 在讲距离向量路由算法的时候 我们没看到那个路由器 像我们这个事例里面连接一些这个直连网络 都是我们这个这个目的呢 就是到达某一个路由器 A到达某一个路由器 B这样的场景 那么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实际上对算法原理这个学习 没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个场景 完全抽象成一个常见的一个图形式 那么我们这个例题呢 实际上是让大家认识到呢 在我们这个距离向量路由算法的 实际的网络应用场景里面 它并不会以某一个路由器作为目的 一定是某一个目的网络 进行这个作为目的 这个网络呢 在internet的网络中呢 也一定是用这个IP地址来进行描述的 像我们SIDE形式描述的IP地址 当然最终的这个距离向量的路由算法 计算来计算器最终呢 是反映到这个路由器表里面 那么我们这道题呢 实际上呢 也是希望大家呢 把大家从这个完全抽象的理论的 这样一些学习 那么像这个实际网络呢 在卖向这个实际网络的一步 或者跟实际网络的自己关联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就分别看一下这个几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所有的路由器均已收敛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照具体向量的路由算法 路由器不管怎么算 算了算去 最后算完了 都觉得这个路由器已经不需要再更新了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作为我们 作为我们每一个路由器都真正掌握了 到达每一个死网的这样真正的这个最短距离 包括这个路由信息 那么当然每一个路由器 比如R1好R2好R3也好 那么都正确的这个维护了到达每一个网络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最短距离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要求什么 要求同学们给出呢 R1在这种情况下 R1的路由表 那么要求到达这个所有这个所有死网的路由 并且呢 也要求你呢 给出的路由表里面的路由器均可能少 路由表中的路由器均可能少 这个一句话的描述 在我们这里面 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遗憾的要求你 对路由器均可能的进行的一个聚合 进行聚合 那么因此呢 这个里面我们就分析了 那么作为R1 它已经收敛了 那显然它就知道到达这四个局域网的这个 真正最短距离 首先到达左侧的192.168.1.192.126 这个没问题 它知道 那么我们直连网络 路由器到达直连网络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跳步的话 那好了 就到这个直连网络是一个跳步 然后呢 到达这个上面的192.168.2.0 那我们说呢 它就是两个跳步 因为它把数据直接送给这个R2 R2送到这个网络 那么两个跳步就可以到达 那么右侧这两个呢 是192.168.1.0 和192.168.1.128 那么也是两个跳步 这个都应该在我们的R1的路由表里面 获取了这样的信息 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 要求这个路由表中的路由相机可能少 那么我们就看看哪些网络路由能进行聚合 那么在刚才的这个场景里面 显然只有可能是R3所连接的 192.168.1.0 但是如果这样聚合的话 会不会带来问题呢 我们说了 在同一个路由表里面 因为同时还有一个192.168.1.192.168.1.192.162.166的 这样一个路由相 所以呢 按照最长前缀匹配优先言则 既然 虽然我们把右侧的这两个子网聚合成192.168.1.024 也没问题 因为按照最长匹配优先原则不会出现错误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进行聚合 那么聚合以后 那么这个路由表显然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了 那么到达右侧这两个R23所连的这两个子网 把它聚合成一个的一条路由 就是192.168.1.024 接口就通过R1的接口 这个R1路由器的接口S1去往 去往这个目的就可以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那么192.168.1.024 实际上是也包含192.168.1.192.26 但是没关系 那么在路由器这个R1的这个路由表里 同时还有这样一条路由 这条路由的前缀是多少 是26 那么它的前缀是比R24长的 那么因此 如果要去往这样一个子网的一个IP数据报的话 不会选择第一条路由 一定会选第二条路由 那么这就是最长前的比例 比预线颜色 所以不会出现路由错误 那么当然了 192.168.2.0.2.0.2.3 那是很显然的 我们是往上走 走S0这个接口 那么这样呢 我们说实际上是在路由表R1里面 有三条最少的这样一个路由项 就可以准确的给出我们R1 关于到达这些死网的一个路由了 也就是说 而且不会出现路由错 那么这是呢 第一个小问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小问 第二个小问呢 我们说呢 在所有的路由器均匀收敛的情况下 也就是刚才说的那种状态 那么R3呢 突然检测到子网 192.168.1.128.4.2.6 不可到达 那么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R3是不能到达这个子网 但是大家注意 在距离向量路由算法里面 我们课上讨论过这个无穷技术问题 实际上这个题的场景呢 实际上也是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R3已检测到这个 这个192.168.7 下面这个死网不可到达 那么它呢 开始像这个 它检测到以后 首先一定会更新它的路由 然后它要向这个 向这个 R1进行这个路由的路由这个信息的交换 那么R2也交换 我们说了同时向这个R1交换 那么虽然这个R3知道这个网络 这个不可到达 但是呢 R2在此之前呢 收到的是这个R3可以到达这个 192.168.1.128 这个下任这个字网 所以在R2交换给R1的这个距离向量里面 仍然包含了可到达 1.128这个字网的这样一些这个信息 是多少呢 那么在R2的这个正确的这个路由表里面 它能得到这个距离向量是 到达192.168.1.128 slash 26的这个字网的跳数是两跳 所以它会把这个信息告诉它 那么R3会告诉这个R1的这个信息 新的这个距离向量呢 只有这个 到达这个 192.168.1.0 slash 25的一跳 当然它也包括其他的 然后呢 那作为这个R1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它在根据R2 R3交换过来最新的距离向量 再计算这个新的距离 按照距离向量路由算计算距离 更新的路由表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使用R2 更新过来到达这个 192.168.1.128的这个距离 去计算 那么同样呢 它也会用的这个 这个R3交换过来的 192.168.1.0 slash 25的 因为这个没变 其实没什么变化 那么因此在这样一个场景下 那么实际上呢 那么R1就会使用R2 到达这个 192.168.1.128.1.128 slash 26的这样一个距离 去更新有关于这一条路由 那么因此更新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到达这个 192.168.1.0 它会这个 仍然按照原先走S1这个接口 那么192.168.1.128 这个它认为R2能到 所以呢 它就把数据往这个路由的这个信息 就更新 把数据往这个R2送 所以走S0接口 那么1.192呢 仍然是它自己连的 所以仍然走10接口 那么2.0呢 仍然走S0接口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这仅仅仅是路由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 那么事实上的更新以后 R2的这个这个维护着它自己的这个有关于到达这些这个距离向量呢 也当然是反映在路由表 只不过这个路由表没有这个距离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因为R2更新给发送给R1的最新的这个关于192.168.1.128 它4.226的这样一个距离是多少呢 它到达是两条 一条到达R23 R23的一条到达这个网络 那么因此呢 它经过R2把这个数据送给这个1.128这个字网的这个距离 就变成多少就变成三条 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因此它距离向量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变成这个样子 R1所维护的距离向量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出现了我们课上讲过的所谓的无穷技术问题 只不过我们没有一直进行下去 大家呢 也体会了 那么这时呢 作为作业8 作业8我们呢 给大家呢 展示了这样一个场景 作业9呢 实际上有三道题 这个三道题呢 实际上第一道题很简单 实际上就是让大家熟悉一下 这个CRC的一个编码过程和教验过程 分别问的问题呢 就是一个是数据 是D什么 这个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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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G呢 是10011 10011呢 是一共是五位 所以我们知道呢 如果使用它进行编码的时候呢 一定会增加那个大R 容易比特别 应该是四位 所以这个关系我们应该知道 所以这个编码的过程呢 因为很简单 只要大家呢 正确的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编码过程去算就可以了 那么具体的方法呢 比如说第一和第二问 实际上就是用G去除这个数据后边要增加四个零 为什么增加四个零呢 因为G呢 大G呢 是五位 所以后边要补四位零 然后去除 这个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在幕后上呢 有同学也问过一些这个类似的问题 那么我发现有同学对这个除呢 理解的还是不准确 那这个除啊 不是算术除 不是说你去比 像我们生活中说 我三除以五 我发现三比五小 所以呢 我就不能直接在这个位上除了 然后我得这个往下这个補个零 然后再去除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那么事实上它除的过程中 是一个模二的一个除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抑或的过程 不是说 比如说你10 100 100 所以你现在一除 除这个111 我发现100比111小啊 我就不能除 我再补一步就准确 不是这样的 那实际上 如果100按照我们现在这个CRC的算法 100除以111 那你就上面上1 那就是100和这个111的一个一个除 那么每位都按照这个抑或的方法进行预算 那么预算结果 大家注意 我们像第一个一个小问题 得到结果实际上是 于是是多少 是100 那么这个时候 你得到于是 你不能往后面补 要往前面补 补成了 0100 就变成了四位 加到那个数据的后面 就变码的结果 同样的道理 第二个也是类似的方法 同样的算 算完之后是1001 这个就直接加过来 就OK了 那么这个就是编码的结果 对于数据 那么不管是多长的数据 都是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三四问呢 实际上是来 让我们通过CRC的编码 怎么去教验一个编码以后的数据 传过来以后 我们去教验的有错没错 方法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你不再补零了 那就利用我们的这个大G 直接除编码以后的这个码字 那么除的结果 像第三个小问 全是 这个得到是0110 不全为零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了 说这个数据 在这个经过CIC编码的数据 在传输过程中出了错误 具体的哪位错 那还没办法判断 那么同样呢 如果我们这个第四个 第四个这个这个数据 我们去也可以同样的方法去除 除到最后结果 它的余式是0000 或者说就是零 全零 那我们就可以肯定的回答 这个数据在传输过程中 是没有错误 那么具体来说 这个数据是多少呢 实际上就像把前面我们编码 按编码的规则 把这个后面四个零去掉 那么前面是得到的 1001001001 这些数据在传输过程中 是没有出错的 那这就是要传输的数据 事实上呢 这个呢 就是考察大家对CRC的一个理解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个作业酒的第二个小题 这个小题呢 其实呢 就是考察我们大家对这个 以太网的二进制止 退币的一个过程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小问 就是说作为这个 时照的以太网 如果某个节点连续第五次冲突 第五次冲突后 连续冲突 一次冲突 两次冲突 一直连续 连续五次 按照指数退币算法 实际上呢 那么它会在一个区间里面 去选一个随机选一个数 这个数是什么呢 就是二的五次方减一 然后在这个里面 我们问的是什么 问它选到K等于4的概率是多少 那这个实际上是呢 实际上那你看 有多少数可选嘛 对不对 是二的五次方减一 实际上是三十 三十二个数里面 去选4 因此就是三十二分之一 那么相应的这个 会延迟多少时间 再常从重复发送呢 这也是我们这个 以赞网的这个算法 一个基本的这个理解 那么实际上呢 是如果选中4 然后去乘512比特的 这个传输时间 那么就得到这样的时间 那么具体的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算 实际上呢 连续五次中突 网卡选择的数呢 选择的大K 实际上就是从0到31之间选 那么这个选到其中某一个数 那比如选到4的概率 实际上就是三十二分之一 那么作为这个延迟时间 是延迟多少时间呢 选到4 那就是用4乘以512 除以网络传输速率 实际上是10兆 那就是10的乘以10的六次方 我们这个目课上呢 经常有同学问 为什么这个兆就是10的六次方 在这个组成原理课里面 就是这个2的二十四方 那我们说了 在速率中 在描述速率 不管在计算机网络也好 通信网络也好 那么这个照应 描述速率的时候 那么一般也说 默认都是指的是10的乘次 在描述数据量的时候 比如说多少兆 多少兆的B的文件 那么一般是指用 这个2的24的乘次 这个关系我们应该清楚 那么把这个是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得出0.2048个MS 或者说是204.8个μS 这样一个延迟的等待时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 第二个问呢 我们问是如果连续12次冲突 就是一次冲突 二次冲突 一直冲突 连续冲突 12次 那么这个节点 最多延迟多久再重复发送 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 就是也是考察 我们这个CSM-CD 这个以太网的 它的这个二进制指数推避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指数推避过程 实际上如果你连续 这个冲突次数超过14 小A164 154 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这个选数的范围 已经不再增加了 都是在这个20到1023之间进行选 那么因此第二个问 那么它选数的范围 就是在0到1023 而不是二次十二次方了 这个我们要注意 那么在0到1023之间选 那么最长延迟时间 显然就会选到什么 选到1023 就可以选到1023 那么时间呢 也按照这个第一个小问 同样的方法 只不过乘的是1023 那么得到结果 就是52.3776的毫秒 那么这是呢 作为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其实呢 也是考察我们同学 对CSMA 就是局域网使用 CSMA CD这个协议的 这样一个理解 CSM CD这个协议的 这个我们课上也特别强调 它的冲突检测机制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边发边听 不发不听 也就是说它边发送数据 真的过程 边检测冲突 然后呢 如果数据真的发送 结束了 这个冲突也就 也就结束了 类似这样一些特点 那么我们这里边 问了两个问题 问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主机 A和主机B发送数据的过程中 发生冲突了 那么它这个 从这个发送数据 这个某一方 最早发送数据的时刻 开始算起 到这个双方都检测冲突 最长需要 最短需要多长时间 最长需要多长时间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呢 实际上呢 是要我们要分析 两个最特殊的一个场景 这两个场景 一个呢 就是说 作为主机甲和主机B 同时发送数据 刚好 小了 同时发送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它都检测到冲突 甲一检测冲突 比一检测冲突的时间 实际上是一样的 是什么呢 是一个信号的传播时间 就是在两公里 这个距离里面 信号传播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要理解 CSMCD系列的 检测冲突机制 实际上它在发送 自己信号的时候呢 同时的检测冲突 所谓检测冲突是什么呢 检测除了自己信号 还有没有 其他这个界点发信号 如果有其他界点 也发信号了 就会叠加 叠加以后的这个 电压值啊 或者峰值呢 就会显著增长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认识到 这个有冲突 所以呢 作为一个主机 假也好 主机也好 同时发送数据的时候 它从发送数据开始 到能检测冲突 也就刚好是 它的数据到达了对方 对方 它的信号 最早发送的信号到达对方 对方发送 最早信号到达它 刚好是一个传输时间 那么最长时间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作为假发送数据 或者以 都可以 假发送数据 但是以还没发送数据 它的信号 要到达 以还没到达 以就是我们课上 讲的这个场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以也发送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以会 马上就检测冲突 或者说 很快去检测冲突 但是假还检测不到 假还需要什么时间 需要以发送的最早信号 到达了假以后 它可以发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是对应的 就是两个传播实验 两个传播实验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算出来 一个单向传播实验 两公里出现 是这个二十万公里每秒 然后得到十个μs 然后最快的 最短的时间 是这个一个单向传播实验 就可以 两者都可以检测冲突 那么最长的 就是两个传播实验 就是二十个μs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第二个小问呢 实际上问的是这个 有效的数据传输速率 有效数据传输速率呢 这里面我们一个呢 就要理解所谓的有效 再有一个呢 因为我们这里面 给出了一描绘的一个场景 就是作为我们发送数据一方 我们发送最大的一个仪态网帧 然后呢 接受数据一方成功收到以后呢 它用一个 一个最小的仪态网帧来 64字的解作为切认 作为切认 然后问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最大的一个有效的这个数据 或者一个不出错的情况下 有效数据传输速率 是多少 那显然呢 就是我把这个数据发送成功 对方收到以后呢 可以用64节一个证情确认 我收到这个确认以后呢 我可以再发送下一个证 依此类推 那我就看一个交互过程中 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发送的有效数据是多少 那么这个实际上 间接考察了什么 我们要对以太网帧呢 最大帧要有个认识 以太网帧的最大帧 在不考虑前导马 以太网前导马的情况下 最大帧是多少 是1518 1518 1518个字节 那么1518个字节里面 实际上只有1500个字节 是有效载荷 所以呢 就算出1500个字节 有效载荷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 传输这么多数据 去处理时间 就可以得到的 有效数据传输速率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分别去算几项数了 一个呢 发送1518个字节的这个 最大的以太网帧 传输时间是多少 我们算出这个结果 终于要乘一个8比特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同学问的一个一个常识进行的问题 为什么乘以8 因为我们给的单位是字节 118是字节 字节一个字节是8比特 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还需要算出来 就是对接收义方收到了一个帧以后 还要给我们作为发送一个确认帧 确认帧大小64字节 同样的算法 64乘以8再除以10到比比S 得到51.2个比S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送这个118最大的帧 这个帧的这个每一个比特 还需要在这个两公里的这个链路上进行传播 也需要传播时间 那么对方发送的这个确认帧的这个每个比特 也需要一个两公里的线号传播时间 实际上因此要把这个1214.4和51.2这个加起来 同时再加上两个传播单向传播时间 就乘以我们前面算出是10个μS再乘以2 两个20μS 然后就算出总的时间 在这个总的时间里边 我们一共发送过去多少个有效的这个数据呢 那么就是1500字节就是1518-18 当然你熟悉的以太往真的话也知道就是1500 那么1500字节换算称这个比特呢 就是12000个比特 用12000个比特去除我们这个总时间 就是1285.6 那么我实际上这个近似值就是9.33兆BPS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道题的这个两个小问题解答 实际上对我们CSMCD协议工作的一个特点和过程 一个理解 好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给大家呢 讲解了一下这个作业6到作业9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答 包括这些问题呢 主要考察的一些点 包括一些主要的思路 好谢谢大家